可以用 end 的方式 end 加上往下 就可以跳到最后一笔 最下面 那这样子它就自动会得到什么呢 得到 3 会回传回来 3 那怎么样知道说 回传回来是 3 呢 其实这边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来做 那那个公式的部分顺便讲一下 我在把这个地方 这个具体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在底下贴上 那把名称改成 2 好了 资料写入 那差异性我再讲一下说 第一个这个不用判断 第一个不用判断 第二个的话呢 我需要得到什么呢 需要得到它的位置对不对 那这个位置的部分怎么取得 我再直接在 shift 这个地方好了 后面按一个 enter 给它一个值叫 x 好了 x 等于 因为我已经切换到销或记录 那我从 a 栏去判断 那 a 栏里面怎么判断呢 它有个叫 range 刚刚那个 range 的物件 对不对 刮弧 那 a 栏 所以 a 栏怎么表示 a 栏的表示方式就是 a 冒号 a a 到 a 的意思 就这一栏 然后呢 点 后面点一下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会出现 可以让你选的 那我点的地方呢 我直接选择 end 这 range 的镜头 镜头之后的话 刮弧 后面有参数 那哪里的参数呢 这边可以选择 往 down 就最下面 所以这边的话 你用空白键点一下 在刮弧之后的话呢 那我要针对 我要得到的是什么呢 在点 点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再找到 我要找到是第几列 所以它现在的位置在第几列呢 会得到一个 rho rho的话呢 是它现在最后镜头的是在第几列 那回刷回来是第3列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把 cells 我下一个要写过去的 这个 cells 的列的话呢 我可以x 直接x 那特别是因为x现在已经 已经有 有资料 所以我就直接x的下一列的意思 x加1 x加1 这样的话呢 它就自动会帮我把资料 写在x加1这一列的后面 那当然这地方 需不需要再加1呢 其实不需要 它以后判断的话呢 也会自动去找到最后面一列 回传说你只要加1 就会得到这个最正确的结果 但是呢 这个有个缺点 如果你 也是一样 第一笔资料空白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办法判断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的资料 资料是 这个这边是清空的话 那就会出错 出错 如果它都会得到列值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 假设你这个地方 and 加往下 有没有 再一次 and按住往下 它就会跳到哪里呢 跳到这个值 六五五三六 所以刚刚同学 也是这个 有那种经济 有继续不断努力的那种精神 最后就想了一个方法 也不错 就是说 一负 一负什么呢 一负得到那个k 不是不是 x x等于六五五三六 加 所以这边有可能会出现错误怎么样呢 x的值 一负 x的值等于什么呢 六五五三六 因为它跳到最后一个 表示什么呢 then 怎么样呢 把x x怎么样呢 就等于 应该要 假 应该要 一一吧 因为它要从第二列开始 所以x等于一 那这边的话呢 就and if 其实 其实不用这样写 如果说你底下只有简单的判断 就是then 后面 x等于一 这样就可以 可以写在同一行 不用and if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多一个判断 也是这样 那 假设你完全没写资料 它就会从第二列开始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这个是第二种方法 就是 用那个and的方式来做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刚刚已经把程式码 把它放在上 放在那个网路上面 所以你们等一下的话呢 我也把那个 销或程式码 等一下的部分呢 也把它 放到这个 这个云端上面 你们再自己去参考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哦 谢谢哦 谢谢哦 中文字幕——YK